提起邝美云估计没多少人熟悉 她曾是七十八十年代香港影视歌三七明星 虽然没有大红大子 在当时也算是很有名气 那时的王妃还没出名 要不是她后来转入商场 那时她和现在的天后王妃不相上下 邝美云身世比较坎坷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患癌去世 父亲又因投资股市失败 家里一贫如洗 债台高筑 使得十四岁的她就开始出来挣钱养家 十九岁时因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获得亚军 从此进入影视圈 1983年因替晚一届的港姐亚军 张曼玉幕后代唱 她幸运的被唱片公司挖掘 加盟保利金公司与张国荣张学友 成了同门师兄妹 人生开始开挂 半年后她的首张专辑再做一会儿 风靡香港 之后邝美云还曾三次登杨氏春晚 期间还获选为 广东最受欢迎女歌手 歌曲与龙共舞 入选电影金像奖 最佳电影歌曲 身价水涨船高 但她却出人意料地 在1997年 推出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后 宣布退出歌坛 让许多歌迷大反不舍 转债商界的邝美云 开始投资房地产 珠宝股票 同时还开设牙科连锁市诊所 由于她经营有道 目前至少 左拥无意身家 成为香港炒楼女星第一人 邝美云不仅人美而心善 自03年起 她便在内地 捐建西望小学 至今已有35家 并超过10万学童受贿 同时 她还曾斥资千万元 捐建了20家康复理疗中心 以及 贝安达康复医疗设备 出道至今 她有过多段感情经历 最受关注当初 当年与吕良伟闪婚 闪离 黄唐婚姻 婚后 两人吵不停 1997年初 两人宣布离婚 如今 53岁的邝美云仍然单身 但却活得潇洒漂亮 依然美丽动人 拥有花不完的钱 身边也不乏有追求者 令人唏嘘的是 因为膝盖软骨退化问题 被医生警告 不能上楼梯 也不能穿高跟鞋 需要靠轮椅代步 愿她早日康复 magazines 柳배 优优独播 もの